美国丢包阿富汗 美国的中央司令部 其实6号声明表示 表示美国已经完成了 从阿富汗撤军 进度好快啊 来到了90%以上 即将要撤光光了 而且正式向阿富汗国防部 移交7处的军事的设施 不过随着大部分的美军 从阿富汗撤出 塔利一般的影响力 却是很开心持续的扩大 他们夺取一个又一个的地区 并且从阿政府军的手中 夺取大量的美国制造的武器 好讽刺 像是来看到阿富汗 有一些基地 比如说叫做瓦尔达克省 最近就被塔利班给占领的 比如说是苏丹基尔基地 塔利班甚至还邀请谁 邀请了媒体 天空新闻网的记者 来看看他们的战利品 说你来看看你来采访我 有一名塔利班的指挥官 甚至还跟英国媒体的天空记者 来说 说他们从阿富汗政府那里 拿到了大量的美制武器跟装备 包括什么 好吓死人 70支的狙击步枪 还有900支的普通的一个枪支 30辆的军用汉马 20辆的军用皮卡 以及15辆的角接式的军用卡车 天空新闻就说塔利班从阿政府 军那里拿到了这些 夺取到的这些军用物品上 上面还印着什么 印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 另外美联社也报道说塔利班 目前其实可以看到 已经控制了阿富汗 421个地区当中的三分之一 阿富汗东北部的官员 还说好不幸的就是 来看到大部分的地区都没有经过战斗 就被塔利班给占领了 美国来看到美军前脚刚撤走 当地时间6号的时候 南部就有一个大城叫做坎大哈 就发生了爆炸 还造成了多少 造成了19个人受伤 那阿富汗当地的电视台就说 安全部门表示 说这是一起的汽车炸弹发生的爆炸 阿富汗局势可以说越来越糟 马上都有非常多这种爆炸的事情 天天上野 反观大陆则是看到了 美国走了 不过大陆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帮助阿富汗 他们用经济实力来帮助阿富汗 所以谁才是大国的样子 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来讨论 上下来看到 他们要延伸什么呢 阿富汗正在跟大陆商讨 要延伸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 中巴经济走廊 到阿富汗来新建新公路 连接的是什么呢 巴基斯坦跟阿富汗 我们看这个照片 你会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所谓的 中巴的经济走廊 那这边是巴基斯坦 那这是阿富汗 是接壤着 那当然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 有一些合作 所以如果把这些相关的铁路道路 连接到阿富汗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加强在阿富汗的活动 根据了解 阿富汗的官员 最近就很积极的 能够来跟大陆来透过 希望透过一带一路 能够投资阿富汗的基础建设 阿富汗政府消息也说 中阿商讨要扩大价值 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 那要干什么呢 希望能够建 有一些能够通往阿富汗的 通往阿富汗的什么 公路啦 铁路啦 能源运输管线啦 等等的 阿富汗连接了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城市 叫做白沙瓦大概是这个地方 是西北部的地方 有一些公路能够成为双方磋商的项目之一 而这也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阿富汗要正式加入中巴经济走廊 所以中国大陆提供阿富汗一个不同美国 给你这种打打杀杀的 他给你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那谁会比较有帮助呢 我们会让时间来证明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呢 其实他有特别提到 他上个月就有说呢 大陆要讨论对于阿富汗 针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延伸的计划 而且呢 他当时有透露出这个消息 但是当时没有说出相关的细节 我们持续会带你一起关心 而在阿富汗呢 其实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美国你有时钟啊 塔利班有时间 最近呢 曾经报道阿富汗的资深记者 更补充了这句话 说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 塔利班的时间却是无限的 果然阿富汗被美国丢包了 堪称是塔利班的胜利 这20年的仗打来 看起来塔利班是胜利的 尤其呢 被五角大家形容为 从阿富汗安全有序的撤离 实际上并不是安全又有序的撤离 实际上来看到 驻阿富汗的美军呢 在上周五拍拍屁股走延的时候 还趁着越黑风高 没有通知 这个阿富汗的政府军的指挥官的状况之下 就拉了电闸 结果扬长而去 彻底离开了在阿富汗 驻扎20年的巴格拉姆基地 在这个地方巴格拉姆 距离克布尔非常的近 那其实他驻扎了20年 那阿富汗军方就说 他们是在等美军离开呢 两个小时 才发现说呢 阿富汗呢 这个巴格拉姆的这个地方 被断水断电了 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基地已经人去镂空了 天哪 是因为断水断电 他才知道美军走了 而美军留下了350万件的物品 包括什么 水瓶 能量饮料 军用食品 大量的物品 还有车辆 还有数百万的装甲车 数百辆的装甲车 另外呢 还有一些小型的武器 弹药等等的 另外呢 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里面呢 甚至还有一处呢 是关了什么 关了一些 这里 关了五百 五千名犯人的一个监狱 那这也是留给 这个阿富汗政府来处理咯 那这里面都是什么 都是塔利班 那你要叫他们怎么办 放出来然后打他们吗 那这个难题 也通通留给了 阿富汗的安全部队 这真的是太奇怪了 另外呢 还有呢 阿富汗的军方的指挥官 在第二天的早上 七点抵达的时候呢 抵达到了八个拉姆基地的时候 就已经呢 发现有一小批的武装呢 被掠夺了 被扫荡了 那现在阿富汗呢 当街的街头 还可以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有没有看到 这个街头呢 有一些二手的商品 这商品卖了什么 篮球 还有笔记本 电脑 你看篮球在这里 还有一些电脑 什么这都是什么 美军留下来的啊 自行车啦 头盔啦 电扇啦 吉他等等的 美军呢 从阿富汗正式的撤军了嘛 那是否就意味着战争结束呢 也许对美国来说 这长达20年的反恐战争 告一段落了 但是对于美国之外的 阿富汗人民当中 内战才可能正要开始啊 尤其塔利班的武装哦 他们其实是正在取得胜利当中 而且未来和平的谈判 也被发现说陷入了僵局 一旦的外国军队消失了 阿富汗很可能会陷入更深的内战 尽管呢遭遇的各国的打击 此外呢美军还需要援助 寻求呢一些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 包括了18000多名 在过去20年协助美军翻译啦 司机啦 后勤人员 这些人哦 以及呢他的家属加起来有53000名 这些人呢 部分的这些口译员啊 笔译啦 将会在9月的时候 美国完全撤军啊 他们就被送到了阿富汗以外的地点 完成美国的签证申请的程序 但是呢按照这个申请程序 国务院呢 此类的签证需要800天的时间 那他们等得了那么久吗 他们现在就说 希望能够缩减这个签证的申请 但能缩减多少呢 也不是很确定 那阿富汗的国防部也有证实 美国以及北约军队呢 已经全部撤离 驻阿富汗最大的军事基地 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 那这个基地呢 已经正式移交给阿富汗的部队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呢 拉夫罗夫就说 美国啊 从阿富汗撤军事实上 承认了任务失败 由于呢 美军撤离阿富汗局势 正迅速的恶化 恐怖主义呢 也可以发现说 威胁正在加剧 伊斯兰国也正在加强 在阿富汗北部的边境影响力 阿富汗特种部队 进行城市巷战 与塔利班部队正面对决 地点就在东北部 全国第五大城昆都市 尽管政府以及指挥官 宣称情势都在掌握中 但事实上 小朋友以及民众在路边 挥手欢呼 迎接包括摩托车 在内的车队进入城市 这样的情况 放在大部分城镇如出一彻 几乎都是兵不血刃 挥军挺进 塔利班不仅仅是攻城掠地 也从阿富汗政府军投降部队手中 夺取了大量美国制造的武器 根据英国媒体最新统计 塔利班已经获得包括 70支狙击步枪 900支普通枪支 30辆军用汗马 以及20辆军用皮卡等 而且军用物品上 都印有美国政府财产字样 但美国留下的 不只是军用品 这位随美国海豹部队 作战的阿富汗翻译 在投入协助美军之前 获得承诺 可以获得美国签证 前往美国 他甚至获得海豹部队军官推荐 赞扬他作战时的英勇 没想到 美国却拒绝核发签证 一家五口现在极度忧虑 遭到塔利班秋后算账 美国国务院所乐见的 就是这一场由伊朗主持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以及邻国都参与的和谈 美国的完全撤离 等于是为中国大陆一带一路中 中巴经济走廊获得延伸机会 阿富汗最近正与大陆洽商 透过一带一路投资阿富汗基础建设 代表阿富汗渴望加入中巴经济走廊 但其实媒体也分析 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 一方面是希望能完全聚焦在抗中战略 而中国大陆介入阿富汗事务 也刚好能够分散北京对其他事务的注意力 阿富汗内战如果蔓延到巴基斯坦 同时也会波及大陆一带一路建设 记者综合不到 好相当于美国丢包阿富汗 但是大陆则是用经济上给予阿富汗的帮助 我们就发现说丢包阿富汗 美国的战略重心要转往亚太了 但是也被很多的盟友看破手脚了 我们先来看到是美国的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 卡贝尔他说美国撤军战略中心 就是要从中东转向了亚太地区 对抗中国大陆 其实说到这所谓阿富汗 我们就发现前总统川普特朗普政府的时候 在20202月的时候 就跟塔利班签了和平协议 然后就说要在5月的之前要撤军 换取不袭击美国 但是就被说你在乎的都是美国的利益而已 那接着换到了拜登政府 他接了是一个烂摊子 但是被说这个烂摊子 你不是接烂摊子之外 你是直接把电源给拔掉了 因为基地组织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难民可能会涌入了巴基斯坦吗 另外美国驻阿的使馆 接下来也可能会关闭了 那大家就想说 美国这样子对盟友 那其他的问题是不是也被看破手脚 譬如说呢俄罗斯也会想说 哇那你如果这样子对阿富汗的话 以后我来攻打乌克兰的问题的话 美国你也不会挺身而出的吧 那中国大陆如果打的是台湾的话 美国会帮忙吗 所以这些呢大家都会看在眼里 你怎么对抗阿富汗留下来烂尾楼的 接下来看一下下一张 也就是说呢其实从阿富汗到叙利亚 伊拉克美国留下来多少烂摊子 纽约时报自己说 美国人失败的战略过去20年里 为这个国家带来多少的苦难 这几个战争都是阿富汗 伊拉克叙利亚跟利比亚等等 那大西洋月刊也说 华盛顿其实有三次推翻的 所谓你说的独裁政权 但是你没有在战后带来稳定呢 这三个就是阿富汗伊拉克跟利比亚 那NBC也说2011年 格达费被你倒台以来呢 利比亚是悬罗式的下降啊 迪利波里呢联合国有承认的政府 就东部有反对派的派系 所以你看利比亚你看两个派系多乱啊 那欧亚日报也说 美国跟阿富汗啊 还有伊拉克跟苏丹 利比亚以及叙利亚 叶门这些的所谓激进分子来合作 你怎么合作都是激进分子 那美国你不是推行所谓的民主吗 你都说民主 所以你要改善这个地方 但是呢你所谓的民主 到了那个地方 却是冲突混乱恐怖主义 就出现在那个地方 欧亚日报这么说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大陆呢给予呢 阿富汗实际上经济上的帮助嘛 那不像呢 美国你打完仗之后呢就快闪 其实呢阿富汗还跟大陆新疆的 维吾尔自治区接壤着 有一个呢叫瓦罕走廊 也叫阿富汗走廊 它是接在一起的 而且呢根据呢大陆湖北省的 卫生健康委员会呢 官方的统计显示呢 7月6号啊 其实在湖北新增了 25例的COVID-19的确诊病例 还有呢31例的无症状感染者 都是境外输入的 其中呢22例确诊者呢 以及30例的无症状感染者 都是来自于7月2号 从阿富汗飞往武汉的MF8008航班 那其实机场方面呢 也有说目前呢 营运的是正常的 境外航班使用的是 专门的区域还有通道 以及呢国内航班之间旅客 是完全隔离的 请旅客也可以放行 接下来看到相较于美国呢 拍拍屁股走人 大陆呢扮演的是大国的样子 6号呢大陆代表 在人权理事会47届的会议当中 关于利比亚的问题 对话当中也有发言 他说呢这是人权理事会 必须要关注美国啦英国这些 对于叙利亚人民所受到的苦难 应该要负责任 这是大陆代表呢说 今年其实是利比亚的危机 爆发了10周年耶 事实证明呢外部干涉 像你美国嘛 还有包括了挑起了对抗施压制裁 只会给利比亚人民带来苦痛 以及很大的苦难 那政治解决 才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出路 应该呢由利比亚人民啊 自主来决定国家的未来啦 那他就特别顶到说 美国跟英国 这些对利比亚现状 他其实是有一些责任 你不可以推卸责任的 当年呢美国跟英国 你凭的是什么 凭的是白头盔组织的视频 不是嘛 然后呢就开始说呢 这边有一些视频嘛 就说这个组织很危险 所以呢就悍然对于呢 这叙利亚发动的空袭 造成了大量的无辜平民伤亡 跟流离失所 因此呢中国大陆 其实出招了 说你美国啊 英国这些大肆对于 利比亚实施单边强制措施 严重阻碍了利比亚 经济社会发展跟抗疫努力 美国跟英国这些 自身人权劣迹斑斑 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排外行为 根深蒂固 你们根本就不是真正关心 人权的问题 而是将其作为干涉 侵略 霸凌 抹黑其他国家的借口跟工具 人权理事会 联合国应该要讨论 叙利亚的问题的时候 就必须要关注 美国跟英国 对于叙利亚人民 所做出的苦难 应该要负责任 美国啊可以说是撤军阿富汗 因为要集中资源对抗大陆 想的都是延续自己美国的霸权 相较于大陆呢 则是在疫情上 帮助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 根据呢 约翰霍普金斯的大学统计 截至7月7号呢 非洲国家的新冠确诊病例当中 超过了573万 那死亡人数呢 是14万多 那从今年5月初的时候 第三波疫情爆发以来 非洲大陆 这两个月来都是处于 对抗疫情的关键期 尤其是Delta的变异病逐 那部分的非洲国家 疫情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大陆其实不断持续的 向非洲伸出援手 这个时候谁才是大国 该有的样子 不只是非洲呢 印尼也是受到帮助 而且呢还改善了 跟大陆的关系 这是我们来看到 兰德的研究所呢 其实他有说 投书外交政策 说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 大陆跟印度 印尼是有紧张的 但是呢最近是因为有情 有升温 因为呢大陆对于疫苗啦 还有这些都有 给予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呢 印尼的总统 左柯威呢 其实他也打的是什么 大陆的疫苗 所以后面还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就是 中国大陆给予他疫苗的帮助 而且呢说到了 接种大陆疫苗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呢 7月8号上午的时候 就在大陆浙江 接种了COVID-19的疫苗 目前为止呢 他说我没有异常反应 也没有不适合的 不适应的状况 洪秀柱有说 这一次来到了浙江 对于大陆呢 严密的防密的防疫措施 印象好深刻啊 甚至呢他还说呢 从下飞机呢 到施打疫苗的这段期间 已经进行了六次的筛检 他认为现在大陆民众的生活 之所以能够 几乎完全回到正轨 不是只是因为 疫苗接种覆盖率高 更重要的是采取了 相当严密的防疫措施 洪秀柱呢 有强调健康活着 是一切的基础 施打疫苗是人民的权利 民进党当局意识形态挂帅 而且呢防疫相当炒帅 让很多台湾民众 到现在都等不到疫苗 真的令人很遗憾